欢迎来到韩语小迷妹,谈到古装电视剧你喜欢的类型是什么呢? 是重现历史震撼感的历史剧,充满心悸与斗争的公斗剧,还是既荒谬又奇幻的穿越剧呢? 从去年抵虐哭众人的衣袖红香编到今年话题度持续攀升的《王后散下》, 古装剧的热潮持续延烧,有不少题材新颖,故事动人的古装剧让人一看沉迷,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 以下便整理九部,精彩必看的古装韩剧,赶快排入你的追剧清单吧! 必看韩国古装剧1,《王后散下》 话题度持续攀升的韩剧《王后散下》,由青龙奖影后,金慧秀主演,写手文向敏,影像炫,有沙浩等新人演员,展开宫廷里,王权保卫争夺战。 金慧秀饰演终殿娘娘,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母,但在王子们面前,却仅仅是一位为儿子操碎心的母亲,面对一众调皮的儿子。 她时而暴走痛骂,时而心软痛哭,流露出充满人性化的母爱,也大大颠覆了古装剧《终殿优雅端庄》的形象。 最新预告中,终殿娘娘最信任与依赖的儿子王世子病逝,后宫寄于王位者皆虎视丹丹,终殿该如何保全儿子与权威呢? 必看韩国古装剧2《衣袖红香边》。 但是我感觉,我还在两个母亲? 我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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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 你在那场地,你和一起的时间,特别,我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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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的黑马剧《衣袖红香边》改编自《江民江同名小说》与史事资料,由李俊浩、李世荣,江勋主演,故事讲述盛君, 李蒜与宫女成德仁孽心的恋爱故事 剧情从李蒜和德仁童年时期开始铺陈 讲述深宫之中 虽所有衣袖末端 镶着红边的宫女都是王的女人 可德仁自小便有着属于自我的意识 向往着借林出宫 并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幸福 可偏偏却与肩负国家的男人 李蒜陷入了爱情 两人在身份与爱情中挣扎 朴出一段使人心碎的宫廷虐恋 此剧虽未求符合史实以悲剧收尾 但导演最后以唯美的梦境呼应 两人短暂却灿烂的爱情 被封为是历代性收尾 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必看韩国古装剧3 还魂 除了符合史实的历史剧 你争我夺的宫斗剧 深受剧迷的欢迎 带有神秘色彩的奇幻武侠剧 也受到许多关注 今年 由德鲁娜酒店的编剧红氏姐妹 所打造的还魂开播之前 就引起超高话题 奇幻的世界观 演员的高超演技 精彩的打斗戏 也让该剧在Netflix 韩剧全球播放量排行中 挤身前五名 此剧以架空的大胡国 为时空背景 讲述一群能操弄生命之气的术士 在禁忌之术 还魂数 兴起的时局下所发展的奇幻爱情故事 还魂全剧总共有30集 目前仅播必第一季20集的内容 预计于2022年年底释出第二季 必看韩国古装剧4 朝鲜精神科医生刘士风 朝鲜精神科医生刘士风改编自同名获奖小说 由金敏仔 金香启 金香庆主演 是一个非常符合时下人内心需求的疗愈戏古装韩剧 剧情讲述曾受到君王赏识的内医院医官刘士风 在医治君王的过程中 不幸使君王大量失血死亡 而被流放到桂树村 原以自身医术自豪的他 自此之后被心魔捆绑 在行医失真时便手抖不已 他在村子里与性情古怪的医馆院长桂之涵 和受婆家迫害的寡妇徐恩宇结石 三人展开为村里病人根治心魔的故事 也转换了自己身陷痛苦的人生 必看韩国古装剧舞《百日的郎君》 百日的郎君由人气男团 EXO成员都静秀 与童星出身的演员南志炫携手主演 以笑泪交织且浪漫的爱情剧情深受观众喜爱 播出后收视率节节上升 还在当时刷新了TVN月火连续剧的最高收视记录 《百日的郎君》剧情讲述财貌双全的王世子 李律因受歹人追杀不慎跌落悬崖 并失去记忆 游落民间的太意外地与大龄圣女颜洪心成亲 两人成了共度百日 有名无实的夫妻 两人相处之后日久生情 浪漫的情愫悄然滋涨 只是随着李律回到朝廷 并慢慢恢复过往记忆 两人童年时期的故事 却为这段恋情抹上无可奈何与伤悲 必看韩国古装剧6 花开时响乐 花开时响乐 由于成豪 李慧丽 编又西 江美娜主演 讲述实施禁酒令时期的朝鲜 贫穷的女儿江漏瑞 为了帮助家里还债 品儿走险私酿白酒贩卖 后来她遇见了能力出众的 私线部监察官南英 频频打破南英严守原则 谨守节操的形象 两人竟然发展出 刺激又浪漫的爱情故事 此剧为李慧丽 首次出演古装电视剧 从开播前被受制一到首播之后 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于成豪和李慧丽之间的 化学反应极佳 浪漫指数破表 必看韩国古装剧7 哲人王后 2020年超火的穿越喜剧 哲人皇后由金正贤 身会善主演 讲述原来生活在 现代大韩民国的名厨张凤焕 其灵魂突然穿越到 朝鲜王朝的中殿娘娘体内 开始展开女儿身 男儿心疯狂又报效地穿越生活 灵魂附体到中殿身上的凤幻 散发出与中殿迥然相逸的性格 也意外让原先对中殿不感兴趣的哲宗 逐渐清新 两人慢慢陷入了禁忌之恋 此剧纯属 架空并非是史实 但剧情荒谬又有趣 深受观众的喜爱 尤其是演员深慧善将外在是女性 灵魂是男性的凤幻 一脚穿越后的震惊 忧郁 愤怒完美演绎 并且唯妙唯笑地诠释出 男性大而化之的动作 将喜剧效果冲到满分 可以说是本剧的最大功臣与看点 必看韩国古装剧8 拥抱太阳的月亮 拥抱太阳的月亮 改编自同名小说 由金秀贤 韩家仁领贤主演 此剧曾创下 42.2%的最高单极收视率 因而有国民电视剧之称 除了高颜值的主演群 饰演角色同年时期 同兴演员们表现也相当出彩 吕珍九 金玉珍 李泰丽 金索炫 任石婉等人 单纲前六级分量的演出 受到观众一致认可 这部剧讲述了王世子李轩 和气质出众的燕宇 在儿时对彼此一见钟情 但碍于深宫 权力之争的阴谋 燕宇在成为狮子妃不久便遭受谋害 所幸的巫女暗中相救 巫女抹去了燕宇的记忆 私自抚养她 并教导她巫术 直到多年后 燕宇再次成为李轩的王妃 这段爱情故事才得以重新开展 必看韩国古装剧9 任险王后的男人 任险王后的男人 不同于其他女主穿越剧 剧中男主才是穿越主角 古代男主因为一道福而间歇性 穿越到现代和女主之间产生一系列的故事 这部剧是一部水木连续剧 虽然早在2014年就上映了 但是现在回看起来还是相当有趣的 这部剧的故事时间点 是发生在朝鲜宿宗时期 主要是讲述了朝鲜王朝的教理 通过时光隧道 从朝鲜时代穿越到300年后的现代 遇到了无名女演员后 发生的一系列搞笑爱情故事 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古装剧是你的债韩剧呢 评论区留下你的推荐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